各位同小,你們已經結束了國一的生物的課程 那接下來進入國二呢,我們要學習的是理化的這個科目 那理化呢,它是怎麼樣的科目呢? 它其實是一個探討自然運作法則的一個科目 比方說為什麼天空是藍色的 那其實這個原理的探討呢,就跟物理學的光學有關係 那另外呢,為什麼蘋果會從樹上掉下來呢? 為什麼會有萬有引力呢? 這個是屬於物理的範圍 那也有說,冬天的時候我們用暖暖包 你把它搓一搓的時候會變熱 這時候因為鐵粉發生了 裡面的鐵粉發生了氧化環原的反應 所以呢,造成了放熱的效果 那這就屬於化學的部分 那還有呢,為什麼檸檬吃起來是酸的 那為什麼呢,這個肥皂摸起來是滑滑的 這個酸鹼的等等的 這樣的一個特性呢,就跟化學的關係 所以呢,我們的理化呢,可以分成物理學跟化學 這兩個科目所合成的 那物理學又在講什麼呢? 物理學呢,其實它是最根本的一種科學 它可以說是所有科學的最根本的 那主要呢,比方說 這個宇宙當中呢,一些法則都是屬於物理學 像是能量的探討 和能量的關係的探討 那什麼是能量呢? 在我們的自然界裡面呢 其實除了我們摸得到的這個手機 或者是這個黑板都是屬於物質的世界 那另外一個世界是屬於 你看得到跟不一定摸得到的 比方說光能、光學 所以呢,物理學包含的像是 主要和能量有關的 像是光學 電學 比較算是 這個本質的一種科學 光電啊,還有像是熱學 熱 還有像是升 升學 升波啊,等等的 那比方說還有這個核子 這個核子的原理 這個都是屬於物理學的研究方法 當然有些時候 這個像核子的化學反應 跟化學也有一些相關的經驗 所以呢,基本上呢 這些都是屬於物理學的方法 好,那麼呢 關於化學的部分呢 化這個字其實就是所謂的 變化意思 所以化學在探討的是 就是這個物質的變化 物質的變化 好,比方說 這個為什麼牛奶會酸掉 牛奶其實會酸掉是因為 它的pH值改變了 造成了蛋白質的這個變性 所以這種是屬於化學的部分 跟物質的變化有關係 比方說爆炸 我們說燃燒、爆炸 這叫做化學反應 那或者是說呢 這個蘋果放久了會變 有點黃褐色 這叫做氧化 對不對 化學反應 或是呢 鐵釘會生鏽 這叫做氧化 也是有一個化 氧化或是還原 都是屬於化學的部分 還有像是我剛剛提到說 有些東西是酸的 比方說檸檬 這個蘋果有點酸 這叫做酸 酸鹼 酸鹼 PH值 這也是屬於化學研究的範圍 酸鹼 鹽類 那還有什麼呢 比方說 還有一些有機化學 像我們日常生活中用到的塑膠 這個手機殼 或是呢 我們所用到的塑膠袋 甚至連石油 這都屬於有機化學 所以在化學裡面也有一個很大的分支 叫做有機化學 碳考就是 這些跟還有碳的這種化學物質的一種科學 叫做有機化學 所以呢 我們的 理化呢 基本上是學這些的單元 在我們國中主要是學這些單元 那這就是理化 那要學習理化之前呢 必須要有幾個重點 要注意的就是 要怎麼樣學好理化呢 學好理化呢 有幾個很重要的 因為理化呢 其實不像生物課 只有說 大部分都是屬於資料的背誦 或是要整理等等 但是理化呢 它除了有一部分是要 你要把它記起來的 那另外一部分你要會計算 所以理化呢 它其實是一個 介於 像是生物跟數學之間的一個中間的科學 它包含了計算 它比較重視計算 比方說 我想要泡一杯 濃度多少的 濃度10%的這個糖水 那你就要學會怎麼調這個調配 因為呢 就像你做一道菜一樣 你不能夠 隨便加 鹽加在多就很鹹 不能吃 那另外一邊 化學是一樣 你這個濃度有點差異 都會影響到什麼實驗的結果 所以 理化它是一門很重視 這個 做實驗的科學 所以第一個呢 你要學好理化 第一個你必須要仔細的觀察 在做實驗的時候 或是 觀察一些現象的時候 你要去想想它背後運作的法則 所以第一個 你要仔細的觀察 觀察這個計算的原理 然後第二個呢 你要去觀察那些化學變化 或是物理變化的現象等等 所以你必須要動手操作實驗 那麼呢 學校有這些實驗課呢 同學就要非常的認真的參與 並且親自動手 可以幫助你 能夠學得更好 更印象深刻 那第三個呢 這個 理化是很重視一門思考科學 所以你必須要有很好的思考 你要能夠理解 並且能夠運用 因為很多公式不能夠只有State 你必須要去了解它的運作的方式 其實題目不用做多 你這個練習到一個程度的時候 你要去能夠 理解到它問題背後的原則是什麼 所以呢 理化有這幾個原則 這就是我們要注意的 有些人的碰巧 就是 解決 解決 解決